网上有些朋友常常问 说张大夫您给说说 心脏的血管到底狭窄到什么程度 会出现心脚痛 或者说胸痛胸闷等症状 实质上来说 心脏的血管被称之为冠状动脉 就是像帽子一样 戴在心脏上的这么一个动脉系统 叫冠状动脉 冠状动脉一旦发生严重的狭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产生不舒服的症状 比如胸痛胸闷等等 包括心肌等等这些症状 那么狭窄到什么程度会引起这些症状 应该说如果说像稳定的这种心脚痛 就是如果它的狭窄程度超过50% 甚至75%的时候 当它在体力运动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 心肌的耗养需求远远超过了供应 心肌的养供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会发生疼痛 疼痛的时间短 短暂的会 这叫心脚痛 如果长时间的持续不缓解 就形成了心梗 那么这说稳定的心脚痛 它还有一些叫急性灌脉综合征 现在它主要是为了描述 灌脉系统的不稳定 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心梗的情况 心梗的情况 还有一些不稳定性心脚痛的这些情况 主要是心脏的冠状动脉 有周样斑块 周样斑块变得不稳定 要么破裂 要么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些像溃疡 等等各种的病变 导致这个地方有血栓形成 造成了明显的狭窄 往往我们造影做完之后 往往看说 还有个头发丝一样在连着 狭窄95%甚至99% 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比较持续的 长时间的这种胸痛 这种狭窄程度就不是50% 或者说75%了 就要更严重 总而言之 应该说冠状动脉 是心脏的动脉 是心脏的运输养分的 这么一个动脉系统 它如果出现了一些轻度的狭窄 未必出现症状 尤其是50%以下 未必有症状 但是一旦50%以上甚至75%以上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症状 当然具体症状到底是稳定性的心脑痛 还是不稳定性的心脑痛 还是急性心肌梗死等等 这就要看具体情况了 但是在此也是给大家提个醒 一旦出现这种胸闷胸痛的症状 疼几分钟 疼的时候觉得十分不舒服 经过休息或者含腹硝酸感应 能逐渐的缓解 这个时候如果出现这种症状 千万别汇集记忆 最好到当地 有实力的这种医院的心内科 去正规的就诊 让医生看看咱们下一步 到底应该怎么办